大家好,我是宇峰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咱们的UFC游戏第一场精彩对决 那么今天咱们的龙哥对阵的是 成龙,成龙大哥 我们应该都知道 这个是我们中国 可以说是中华功夫的 两位代表性的人物 今天我们的成龙大哥来PK一下 我们的李小龙 成龙对阵 李小龙 这也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大家都期待着今天这一场对决 可以说是等待了非常久了 比赛马上开始 我们的主持人 在中间 介绍今天的比赛情况 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活热 观众们都非常期待这一场比赛 Jackie Chen Hong Kong China 成龙大哥 今天也是一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成龙大哥非常有礼貌的做个力 现场观众的呼声是非常的高啊 可以说是中华武术在世界 整个世界里知名度最高的两位了 今天他们两位要在这里上演一场 巅峰对决 一定是非常的激动的 那么这边双方介绍完毕之后 我们的裁判将会邀请两位到中间来 啊 来了 我们龙哥的经典姿势啊 将会邀请两位到中间来进行一个碰拳 啊 没碰拳直接就开始了啊 今天火药味十足啊 开始上来龙哥一个踢腿 成龙大哥也是一个踢腿 双方是有来有回啊 打得非常激烈 招式都差不多 支援一击踢腿 把龙哥踢到的地 一小龙一起高抬踢 回一拳踢 成龙的这个姿势有点像蛇行拳啊 两边都在进行试探 比赛刚刚开始 双方一定都是慢慢把自己的节奏和招式打出来的 那招式都特别像啊 哎哟 成龙一个回旋踢 李小龙还一击 哇哦 成龙登上了我们这个擂台的墙上 来了一支墙边踢 龙哥三击连招 打得非常激烈 打得非常激烈 成龙还一颜色 哇哦 成龙这一支回旋踢 重重地打在龙哥的头上 绑住 李小龙 哇 真的是 拳与拳的较量 推与腿的比拼 哇 两连击 三连击 三发腿技 全部踢到了成龙的身上 回旋踢 这边李小龙想连跟三拳 但是都被成龙及时的防住了 如果说第一拳打中 那我相信现在 比赛可能已经结束了 这边 成龙抓住了李小龙的弱点 在他回旋踢的时候 踢到了他的左腿 直接把他踢倒 这边李小龙又被打倒了 哇 非常的 非常的厉害啊 成龙这个找机会的能力 哇 这一季 蹬脚踢 回旋 这一季 蹬脚踢 回旋 哇 原来龙哥感觉有点支撑不住了 成龙的攻势非常的猛啊 可以看到双方这个出招的速度已经是有所变化了 他踢了他 他踢了他 蹬脚踢 蹬脚踢 哇 凌控一跃 成龙 双方在试探 保持了一定的攻击距离 李小龙先行出手 没有打中 被成龙抓到弱点 补上一腿 非常激烈 一击回旋腿 腾空踢 龙哥两击右冲拳全部打空 成龙现在这段时间非常喜欢用腿啊 腿技了得 右冲拳 下构拳 上构拳 没有被打中 这边李小龙完美地躲掉了一击回旋踢 哇 好惊险 双方的回旋踢都没有打中 有来有回 小龙突到脸上 吃了一击回旋腿 玩颜色 哇 双方同时使出了一击凌空飞跃 哇 这一击下构拳 把李小龙再一次打在地上 龙哥现在感觉动作有些放慢了 哇 这击回旋腿 有点太凶残了 李小龙再一次站起来 防住 哇 三连发重重的打在成龙脸上 这是左右两击冲拳 前刺掌前刺腿 补上三拳 成龙 又补一拳 三拳 裁判宣告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成龙 在这次对决中 获胜了 哇 非常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惊险啊 双方的实力真的是 非常的强 有来有回 在最后这个关头 成龙抓住了这一波机会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可能这一场李小龙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吧 比较可惜这一场我们比赛 但这一场是一个比较精彩的比赛 还是要谢谢两位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如此精彩的比赛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见 各位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啊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这一次比赛的胜者是 Jackie Chen 乘龙 我们下期再见